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次呢 我们这个介绍了就是说北约客中心的这个condo 那么下面的话有观众的提问呢 说是今天呢 想介绍一下这个贝有这个小区 那么呢 这几位客人今天还没到 但是呢 我们今天呢 准备了一些内容啊 今天呢 这个准备了这个就是说这个贝有shaper这个小区的这个介绍啊 是由我来跟大家来介绍 那下面的话呢 第二个话题呢 有我们另外一位这个房地产broker啊 sam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就说他对 所以多分多呢 两千一零年下半年这个房市的这些看法 那么呢 我们这些这个讲座呢 每次的这个讲座呢 都做成了这个视频啊 放到了这个condohout.com这个里面 每个月呢 都有一个这个更新啊 随着这个房市 也是作为这种历史资料了啊 多少年以后呢 都能就说从这呢 看到这个整个这个房市的这个变化 变迁啊 所以呢 大家呢 可以在这边呢 去没有来的这些客人呢 也可以从condohout.com这边呢 去check我们所有的这些视频来跟踪啊 那么这个今天的话呢 在我讲座之前的话呢 在我开始我的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要跟大家呢 分享一下update一下 就是现在多伦多这个房市的情况啊 那我们根据这个多伦多地产局的报告啊 介绍 就是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8月份啊 在多伦多这个地区啊 它的交易的话 数字 整个交易的数量下降了22% 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啊 有这个交易的数字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滑 呃 但是这个平均价格呢 跟去年的这个8月份相比是上涨了6% 就是交易数字下降 但是平均的房价啊 增加了 这个 这个多伦多这个地产局的这个主席呢 每个月呢 他也是有一个讲话 有一个这个 每天每个月呢 就出来这是讲几句 那这里面的话呢 他有提到呢 今年的话呢 因为每一年的话呢 这个买家呢 是差不多是一个数量啊 那么在年头的时候呢 因为很低的这个利息 再加上呢 HST很多人不对这个今后的这个HST的这个分配啊 有些 这个不太这个明朗 所以年头几个月呢 交易数字非常之大 所以说啊 导致了今年后半年呢 这个交易呢 就是放缓 他呢 是很乐观了 那么他说呢 反正每个年的这个夏天呢 这个交易数字也是比较低 夏天很多人去休假 度假 所以这个数字也比较低 这个多人多的这个地产局的另外一位这个搞这个分析的话呢 呃 这个这个 senior manager呢 也是出来呢 就是讲呢 他现在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呃 affordability 就是承受力 他讲的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房价还一直还在居高啊 交易数字还在下降 还在这个 但是这个价钱还比去年同期有上升呢 那么他的主要的这个讲话里面呢 主要是有就是说 affordability 就是说现在利息比较低 大家呢 还是能够供得起啊 在多安多这边呢 交易最活跃的这个 房产呢 是差不多20万到50万之间 在整个市场交易的70% 这个呢 刚好呢 就是我们在08年做过这个整个市场的 就是多安多这个地区呢 就是每个家庭的平均收入也差不多是这个8万多一点 8万多一点的这个收入的家庭的话呢 他刚好能够供得起的房子就是在这个40万上下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他给的解释啊 就是关键词就是承受力啊 每个家庭的这个承受力 这个图表呢 我们从这个图表里面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了这个 很明显看到啊 就是在这个橙色的这一个线呢 就是说今年啊 就是过去四年之内的交易的这个 呃 平均的average 这个二手房交易的这个价钱啊 我们说看 每一个呃 这个橙色的呢 就到8月份开始 这结结束 截止每一个呃 月份呢 今年的这个同样的月份都比去年啊 会这个有上升啊 一直到这个5月份就上的这个就是比较高 然后呢 继续 这这两个月的话呢 这个平均的这个价格比前面这个幅度呢 就会降低啊 那么交易的这个数字啊 过去的这是这个平均交易数字 这就更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一直到这个四月份 这个是四月份的 这是橙色的啊 比前几年都是这个高的这个比例都比较大 从四月份以后啊 一直到这个5月 6月 7月 8月 那么交易数字的话呢 就没有 你看 07年啊 08年 09年 没有前几年这个高啊 所以从这个图表上也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呢 这个市场呢 是进入了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买方的这个市场 我们现在说明显的那些呢 这也是好像啊 不会哪个市场 没有 skulle говоря 吗 那你 你好吗 我们说明显一个省含的那边 那个市场呢 人们在的这一张市场呢 就是要是 fij上的那种某個市场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